接下来大家往下接着看 那说完两个以后呢 咱说这注释 大家注意 这个是重要的 OK 这个非常的重要 什么叫注释 大家给我解释一下字面的意思 啊 注解 解释 是吧 哦了 这解释非常对啊 接下来我们看看注释怎么回事 是吧 注释的作用啊 就是用于注解说明程序中的文字 是吧 那就是叫做注释 要是老实人啥用啊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啊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会有些习惯 就是我们发现的代码当中呢 都是一些英文组成的 对吧 这些代码呢 我们不方便于阅读 因为我们也先看看它的含义 看了后呢 才能理解它的具体意思 那么能不能写一点我们自己 国家本身熟悉的文字呢 这样的话 我阅读程序是不是更好 更快呢 听懂了吧 所以呢 我就准备在代码上吧 写点中文 那比如说 我写点什么样啊 写个教授 哎 这是 哟 这是一个什么 用于演示 那 哈喽 哈喽 Word的小程序 或者叫加挖程序 小程序 就这么回事 现在明白了吧 哎 我写这么个东西 写外号吧 大家 我下回打开一家文件的时候 我是不是先读中文呢 你看这个东西干啥了 我就很清楚了 明白了吧 可是很遗憾的是什么 加 C diamor 加 一个编译 稍微点慢 现在干嘛呢 告诉我 刚才干嘛呢 为什么慢 这个慢 必须是很正常的哈 因为 它是不是在启动 有点利好吧 啊 什么样启动讯息机啊 一天啊 你这不启动编译器吗 听到话 那启动编译器吗 是吧 他是调用了底层的一个编译器啊 然后在底层编译器启动以后呢 咔 把这个东西给解析了 听到意思吧 OK 是这样的啊 紧跟着怎么样啊 紧跟着大家注意往这看 那这里面是报错了呀 是说什么样啊 加挖 那个第一行啊 说需要什么什么东西 是吧 这都需要的话 就不管它了 为什么呢 大家 说一点 这些文字啊 大家编译器不能直接解析 道理很简单 你写的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相当于类名啊 对吧 你这类名这么写的话 大家再带空格 这肯定不合适嘛 听闻了 OK 所以大家 这行文字 根本就不需要编译器来编译了 是吧 大家 因为干嘛呀 我这个文字本身什么 是不是 我是对于成型的书名的呀 是吧 所以大家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 就是将这个文字 在原代码中呢 用一个符号给它标识一下 告诉虚拟机 告诉这个这个 这个可以说 不是 告诉那个编译器说 这个是注释文字 听懂吧 不需要呢 你对它进行检查 哦 我的意思吧 那怎么注释啊 在这行文字的前端 加上两个斜线 听明白了吧 这个就叫做注释 就变成绿色了 对吧 这个叫单行注释 一次注释一行 它注释到哪呢 它注释到这一行的回车结束 能听懂吗 这就完了 就据简单 好吗 据简单 没什么技术含量 单行注释 介绍完毕 OK 那么接下来 有个根本有个需求 是这样吧 说什么样呢 小老师 这辈子我还没写过程序 晚上突然写一程序 编译 拖了 哎呀 我太害皮了 那你是不要抒发 自己心中的感慨呀 那这个时候 你一定是怎么样啊 一定就不是一句话的事了 明白吧 怎么样 应该是一首诗 对不对 那这个事 那怎么办呀 是吧 就叫床前 床前明月光 有没有 然后就是 一世地上 哎呦 有啊 就这么着吧 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这边好多句 听完吧 好多句 那好多句怎么办呀 你就这么写的话 是不是也不行啊 对不对 对那你知道编辑编译的话 那编辑不知道你这啥东西啊 这也不是加入代码啊 肯定挂了呀 听完吧 怎么办呀 注释的呗 怎么注释啊 就是 当当 当当 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完全可以哈 但是我写了 这个什么呀 我写了 这个好多句呢 200行 不是啊 那200行还是10个那个 是吧 优着点了 对不对 写个绝就是啥的 是不是啊 七个绿什么的 这也可以 对吧 完全是啥 你这这么写的话 大家 是不是好麻烦呀 对嘛 就这个意思哈 也就是说 当你有多行文字 需要注释的时候呢 是吧 大家可以选择 另外一种注释方式 这什么样呢 这个多行注释 多行注释点吧 特别的明显 就是什么 有开头 有结尾就行了 单行是不是从头到尾 尾就是那回舍符啊 对的嘛 是吧 所以说来个什么样 表现形式就是 斜线 兴 OK 当然是怎样啊 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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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明白了吗 这个多行注释 大家 这是开头 这是结尾 别忘了啊 兴别画法了 先写兴 再写兴 这边下面是 先写兴 再写兴 听闻了吧 反正斜线中间的部分 就被干掉了 我的意思吧 多行注释 OK 这都比较简单 注解说明文字用的 OK 那么再接来呢 大家介绍一种什么呢 这个这种注释啊 我说一下啊 这两种注释 很多语言都通用 听懂了吧 很多种语言都通用 接下来给你们介绍一种 加我当中自己特有的注释方式 这种注释 它的表现形式是这样的 叫做斜线 星星 星斜线 明白吧 这种注释是加我特有 只有加我有啊 叫做文档注释 那通常它干嘛用呢 注意 这种注释 它可以对我们写的原代码进行说明性文字的体现 说老师那不就多行注释吗 它和多行注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文档中所写的文字注释 可以通过加我中的一个工具进行提取 这是最料 这个工具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加我DOC 明白吧 这个工具我跟你讲 它能提取点加文件当中的所有那些文档注释 听懂吧 当然不是全部的了 这是有原因的 后面会讲的文档注释 他哪个问题哪个不会提取 之后会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什么呢 凡是有文档性的注释 他都会提取出来 是吧 他那提出来干嘛呀 这哥们会帮你生成一个说明书 把这些文档注释和原代码都放到一个网页文件当中 这是他主动生成的 这网页文档里边就记住了你的说明性文字和你的程序代码 这个东西就是咱们程序怎么样啊 说明书 听懂吧 我问一下 这是什么时候给谁看的呀 你们指的用户是谁呀 用软件的人吃的家 什么玩意儿 那不崩溃了吗 我跟你们说简单点的好吧 手机有没有 手机有没有说明书 我跟你讲 手机其实有两套说明书至少 硬着难言不说 手机里边的程序 大家 这个本身就叫说明书 听明白了吧 方便于有人在手机这个软件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 听不懂 那个手机程序说明书 还有一个说明书是手机使用说明书 大家 真正的中单用户 他手里边是哪个说明书 对嘛 使用说明书 懂了吧 而咱这个说明书 我跟你讲 这个说明书 是咱这个程序能使用的说明书 这个说明书给谁看的呀 是给程序员看的 懂吧 对中单用户看不懂这东西的 是吧 卡整个人跟不上 这卡啪啥是啥 是吧 跟着疯了 好了哈 这我们不再多说了 文档注释 这个大家 我们这本来先不做过多解释啊 因为太重复 为什么呀 后面会专门讲这东西 听明白吗 哎 后面再说吧 好吧 咱们重点先说这个单行和多行注释 OK 注释的第一个作用 往上解释完了 这个注解说明 程序用的 那么我就说一个小问题 好吧 单行注释当中 能不能嵌套单行注释 所谓的嵌套 就是我里边还有我的东西 这叫嵌套 可以吗 这是可以的 从这一开始 后面全挂掉 都注释 明白了 编戏咖一动 全注释 哦我的意思吧 哦了 那 这没问题吧 这个 没问题 然后呢 大家注意往这看啊 单行注释当中 能不能嵌套 能不能嵌套 多行注释 可以吧 可以吗 是吧 都注释掉了吗 听懂吧 都注释掉了吗 是吧 你把这个一打开 大家 这块是不是还在注释当中啊 是的 是这个意思啊 多行注释当中 能不能有单行注释 可以吧 可以 这咋不行啊 你这不是 这一大片都没了吗 把多行注释去掉 是不是他还在注释当中 哎 这是可以的 好吧 请跟着大家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来了呗 就是多行注释当中 能不能有多行注释 老师为什么没有写出来呢 是吧 什么因为写了 就就录像了 因为什么样啊 看着啊 多行注释当中 有多行注释 就这样 听懂了吗 哎 大家 这是多行注释开头 他就会立刻向下索引 他的多行注释结尾 叉叉叉叉叉叉叉 叉叉叉叉叉 叉叉叉叉叉叉 结尉叉叉 这个问题大家一看 我老师这谁不知道 这个是吧 我跟你讲 就因为你不在乎 所以你调试的时候 多了去毛病 看着啊 跟你说一个 注释的第二个作用 就体现出来了 大家是什么样的呢 注意往这看 咱写程序的时候吧 假设老师写了两个 哈喽一哈喽二 看到了吧 OK 大家 我们这里边吧 在写程序的时候啊 不小心 知道吗 代码写错了啊 至于什么错 我原来不用再说 大家看得到哈 加瓦C 来一个呆猫点 加瓦卡 一个编译 大家看是不是错了呀 是吧 说老师错哪 我也不知道啊 好大一遍程序呢 注意听 我在模拟好大一遍程序 听完吧 这就怎么办呀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哈 之所以编译 之所以报错 是因为编译器 在检查的时候 是不是出现语法错了呀 那么我不让编译器检查 是不是没事了呀 对吗 所以怎么办呀 所以呢 我就做这么一件事 就知道吧 就什么样的呢 我就把 我不知道哪错了 没有吧 我不知道哪错了 但是呢 我还想调试 怎么办呀 我干脆 我先缩小 我错误的范围 有没有 我咔一个弄 我全给他注射掉 就假设这意思啊 我代码不要少嘛 你就想很多就可以了 一别一 说没事啊 我能确定 问题肯定出这里边 这懂吗 哎就懂了 你跟我说什么样啊 哎呀 要不出这里边的话 我给你弄一弄 是不是 这怎么弄啊 这个 我把这范围缩小点 说一下啊 范围缩小点 怎么办 我先干掉这一行 我留一行 能听懂吗 大家 哎 你只要缩小 这个多行注射的范围就可以了 那么咔一个弄 也没事 妥了 问题就在这 现在明白我都说意思了吧 哎 缩小范围 可是有的哥们呢 不是 看着啊 我给你们举个例就行了 哥们怎样啊 我上来咔一个注射有没有 啊 注射吧 注射完以后 看着啊 一边一 嗯 还爆错呀 哎呀 那还爆错的话就说明 那就不是这是事啊 但是范围得扩大点 吃的家 可是怎么样 范围扩大对吧 咔一个弄 哎 范围要扩大 看到了吗 这个是因为它有颜色 你才会发现它的不对地方 你万一碰了一个没有颜色编辑器的话 这边你根本看不出来 懂吗 你会你你为什么 你会说老师 我要扩大范围 他还有问题 因为我们就知道 在哪不是说不止一处出问题啊 会有多处 所以说你有可能会怎么样 会继续扩大你的注射范围 这么一扩大 你不仅没有解决问题 而反倒怎么样 增加了额外的问题 现在明白了吧 所以大家不要这么干了哈 怎么办呀 想扩大的话 就可这一个多张注视 是不是把范围提高啊 明白吗 现在 哎 你得这么玩 好吧 这个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 原来注视可以进行我们程序的什么 调试 听懂了吗 大家可以进行程序的调试 是这么回事 然后呢 大家我们再说一点吧 是吧 这个里边呢 老师这都做了什么东西呢 我看一下哈 在D02里边呢 我搞了这么一点小东西 搞完以后呢 看着啊 这个床前明月光啊 仪式地上霜啊 是吧 我们多写一写吧 写完以后呢 大家每一次啊 它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啊 这个Demo啊 我把这名字改一下 留个1出来啊 我这是故意的啊 然后呢 我们编译一下 大家看 是不是生成一个类文件呀 是吧 就生成一个类文件 在生成类文件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哈 在我们进行 哦 稍等吧 这些都先不要 编译 哎呀 算完了 刚才我这文件没保存是吧 应该改成2少了 是不是 那 那么大家咱们这么做吧 好吧 我先删除一下啊 这个那也是个什么现象呢 是吧 这里边注意看 有个小细节 我把这都先去掉一下哈 这我都不要 这个呢 我也都不要 好了 就这代码了啊 我先把这个都 谁上来 是吧 这都上来 好了 就是代码 那么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先编译这个 最原始的这个 JavaC的Demo Java编译 那么大家看 邦 是不是邦这东西出来啊 哎 就出来了是吧 老师把这个写了 Demo1 明白吗 我故意把这文件留存一下 那几个人马上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什么呀 我们是吧 写点这个所谓的注释啊 大家 是吧 说什么注释啊 叫做ABCD 好吧 ABCD 就这意思了 好吧 注释一下 那注释完以后 大家我们说这个编译一下呀 那要是来什么 啊 一个编译 是吧 又生了一个文件 这代码什么样啊 Demo1和Demo两个文件吧 大家 你发现什么特点了呢 老师 你到这儿让我看啥呀 看着 我把这1放到这儿 来一个属性 大家发现 442字节有没有 这个是没有注释的时候编译的文件 大家注意看 这个 这不是有注释的时候编译的文件 是不是啊 对嘛 你就说嘛 就属性 是不是咋的啊 是吧 没有注释的时候 文件是这个class 有注释的时候文件是这个class 大家 你能得到啥结论呢 你能得到啥结论呢 对 就啥呀 大家 这玩意儿 有必要搞到啊 字节瓦牌当中吗 还没听到 啊 我再说一遍好不好 原文件有没有 写了那一把东西吧 这个东西给谁干的 是不是程序员为了看原文件方面 对不对 好了 那我说完了一个 我一编译 生个class文件了 class给谁干的 是虚拟机 对吧 虚拟机 它需要搞这注释吗 是吗 所以大家一编一玩怎么样啊 注释 是不是不编译到那个哪儿 去你里边去啊 什么去你 不编到那个 就自己把文件里边去啊 是什么意思吧 这个搞清楚啊 搞清楚 老师要做个崩溃一点 好吧 我咔我一个注释 有没有 我这我就再来个注释 稍等啊 我这吃点掌心事啊 我这留二 能是不是重新编击一下啊 咔一个弄 然后这个弄完以后呢 成了个弹幕的class 大家变没 这个对吗 这个对不对 对不对 说老师 你不是不编吗 是吧 不是 你这个 你不能老这么想 是不是 这个是对的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是不是已经是注释了 那是注释 他应该去 自己马文件里边吧 不应该嘛 对了一下 偶了吗 现在明白了吗 注释是不走自己马的 偶我的意思吧 搞清楚这个啊 这搞清楚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说咱们说开发手吧 这些小细节 懂了一段 小细节是这样啊 这老师就知道有啥用啊 这用途倒是不多 对吧 但是有人问你说 哎 那注释写完了以后 你这科兰 那不得变大吗 你当时就跟他说这事 懂吗 对呀 变大呀 是吧 得 你咋摘块是五百 懂你懂了 OK了啊